俄罗斯黑海舰队大型军舰谢尔盖·科托夫号被击沉 本土多地大爆炸,而关键军事运输铁路桥被炸毁 法国导弹战国显著,俄军二月损失创新高 而十二万大军寸步难行,乌第六十机械化驴再创佳绩 克里米亚而石油管道被炸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冷战情事,我是宇童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各位朋友给我们点赞,留言支持 这样有利于我们频道的传播和成长,谢谢大家 2024年3月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741天 最新消息,俄罗斯黑海舰队大型军舰谢尔盖·科托夫号遭到袭击 这艘94米长的军舰被击中后发生爆炸,沉入海底 另外,克里米亚大桥地区传来几声剧烈爆炸声 俄罗斯已经完全双向关闭了克里米亚克斯大桥 俄罗斯的损失还不止于此 3月4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证实 俄罗斯萨玛拉地区恰帕耶夫卡河上的铁路桥被炸毁 火车交通已停止 俄罗斯紧急服务部门的信息显示 古比雪夫铁路公司报告称 不明身份者非法干扰铁路应云 现有五趟列车延误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称 俄罗斯利用该铁路支线运输军用货物 特别是萨玛拉地区恰帕耶夫斯克市聚合物股份公司工厂生产的工程弹药 估计铁路桥在未来几周内无法使用 与此同时 俄罗斯列宁格勒地区上空也发生了爆炸 目前俄罗斯防空系统处于活跃状态 显然乌克兰无人机又飞越长达近900公里的距离 对俄罗斯发起了进攻 俄罗斯媒体还报道称 3月1日 俄罗斯赫瓦尔克空军基地遭到三枚巡航导弹袭击 导致滑行道受损 造成三名俄罗斯军人受伤 据报道 第37混合航空团驻扎在该空军基地 乌军已经在战略上增加了灵活性 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不断袭击俄罗斯后方 影响其运输、交通和能源出口等 特别是通过无人机袭击和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让其遭受严重损失 3月3日 法国国防部证实 法国援助乌克兰的AASM航空制导炸弹 第一批已经交付 并投入实战应用 同一天在阿富迪布卡前线 交化场内的俄军阵地 就遭到了AASM-250 Hammer航空制导炸弹 和海马斯的猛烈打击 估计伤亡不小 据悉 俄军攻陷交化场后 就开始将此地作为一个坚固的堡垒重点经营 但随着这次受到猛烈打击后 形势不再是之前的攻占状态 而今是功受异畏了 不过外界认为 目前按照法国以及美国的援助力度来说 想扭转乌克兰面对俄罗斯 大当量航空炸弹方面的火力劣势 还是颇有些不足 首先是数量上的不足 其次是威力 美法提供的都是同等级 低当量200千克到300千克的炸弹 而俄罗斯的苏34 使用的则动辄是500千克 乃至一顿重的航空炸弹 其精确打击能力不如西方 但其威力足以进行有效的弥补 这也是俄罗斯每天发射数十枚 持续数十天后 乌军败退阿夫迪夫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同样 前期俄军在空旷的原野上的机械化进攻 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不但损失惨重且进展缓慢 但在2月开始的巷战中 无人机就大打折扣了 在占领了阿夫迪夫卡市区后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是继续向西推进 以达到乌军的主要防线为目标 过去两周 俄军向西推进高达四公里 俄军发布视频 宣布占领了托伦克 奥列夫卡也落入了俄军之手 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 乌军在防御中缺乏足够对等火力 尤其是炮弹 俄军会利用这个优势继续扩大战果 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 不过乌军在阿夫杰耶夫卡西部的别尔基奇 击退俄军多次装甲编队进攻 俄军在这个区域损失大量装备和步兵 整个战线 俄军滑翔航空炸弹的攻击有所减弱 在阿夫迪夫卡以西 乌军第三突击旅的FPV无人机 发现了一辆正在逼近俄罗斯BMP装甲车 并成功击中了它 步兵战车上载有大约9名俄罗斯士兵 大部分都丧身了 还有消息显示 在炮兵火力方面 俄军优势会在几周内被遏制 彭博社3月1日称 多国参加的80万发炮弹购买计划进展良好 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周内 收到首批数十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英国的情报还显示 俄罗斯2月份遭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 最大的平均日损失 平均每天损失983名士兵 尽管就人员生命而言 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 但这的确对乌克兰的前线防御 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另外媒体统计 截至2024年3月3日 俄乌双方的战损对比显示 虽然炮火袭击 交战和定居点减少 但俄罗斯的伤亡16%以上 和陆基装备损失17%以上 通通高于7天平均值 其中车辆损失达到2024年的最高记录 俄罗斯的战损和乌克兰的战损对比 为60比14 最近的净增加指数为50比14 当中30天的比率为2.2倍 俄罗斯比乌克兰的损失大得多 还有分析指出 以目前每月支出44亿美元的速度 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将在12个月内耗尽 如果国际社会现在帮助乌克兰 普京将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看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给我们一个点赞 并留个言 支持鼓励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吧 在马林卡前线 俄罗斯人在新海里夫卡插上旗帜 不过双方交火过程中 乌军摧毁了俄军四辆步兵战车和一辆坦克 还有视频显示 俄罗斯人在占领东郊后 以抵达马林卡引南的诺维米海利夫卡郊区 值得关注的是 外界从视频发布者的口音推测 抵达此处的是车臣士兵 目前该镇大约80%的土地 仍由乌克兰人控制 但过去几个星期 俄军一直在该镇的南部和东部 不计成本的进攻 这样看来 如果希尔斯基不派兵增援的话 乌克兰人控制的新海利夫卡 可能会在近期失守 在巴赫木特附近的伊万诺夫斯科耶村 俄双方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 据报道 乌克兰东部部队发言人表示 乌军驻扎在那里的空降部队 摩托化步兵团和陆军战斗预备队正在转移 从公开地图来看 俄罗斯人控制着伊万诺夫斯基 大约一半的地区 其余部分处于灰色区域 在这个灰色区域 据俄罗斯历史公共页面写道 俄罗斯军队曾在伊万诺夫斯科耶以北的高地 发生过激烈战斗 导致了当地大量人员伤亡和死亡 还有消息指出 莱曼至库皮扬斯克方向的12.2万俄军 大半年来寸步难尽 只能僵持 乌克兰战略部队霍尔地下岛的新闻处负责人指出 俄军在此地部署了超过1100辆坦克 近2000辆装甲车 超过1000枚火炮和略高于400个多管火箭的发射器 自夏末以来 俄军部队在那里驻扎了很长时间 不过乌军已经学会了有效阻止俄军进攻的方法 俄军云中每三个连就有一个突击连 他们不断地进行人海冲锋 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功 虽然俄军一再碰壁 但这里是俄军的主攻方向 12万的俄罗斯大军正和乌克兰军队僵持不下 在克雷明娜方向 乌军第60机械化旅击退了由BMP步兵战车 坦克和越野车组成的俄军进攻部队 有消息显示 俄军损失了一辆T-90主战坦克 与一对中国至沙漠越野Desert Cross 1000之山全地形车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指出 3月3日凌晨 乌军的38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油库 并发生大爆炸 导致克里米亚大桥临时关闭 俄罗斯国防部像往常一样发报告说 所有无人机都被击落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奥列苏克指出 而空天军由于近期损失惨重 从3月2日晚上19点开始 在整个东部战区上空 都没有观察到俄方战机飞行 据悉有4架无人机袭击了死地 导致臭油管道受损 引发火灾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被扑灭 当地民众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活跃在克里米亚的阿泰什游击队报告称 他们从占领当局的特工处收到信息 费奥多西亚的一条石油管道在夜间遭到袭击 而修复工作不得不持续到早上 而且损失巨大 费奥多西亚油库地区夜间发生爆炸后 俄罗斯关闭了塔夫里达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很明显 现在乌克兰对克里米亚打击 不只是军事基地克里米亚大桥 还包括其他能源基础设施 这也是2024年以来 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打击的新战略 打击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的能源设施 才能进一步削减其战争潜力 最后报告一则中东的突发消息 一群巴勒斯坦难民撞毁了一辆埃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卡车 并杀害了司机 然后洗劫了他的卡车 另一个视频里 一名加沙男子将食物扔进垃圾桶 只是因为这些食物是美国空军投到加沙的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